大家好 我是阿曼達 我們來看5月29號到6月4號的星座運勢 本週我們會遇到流年的金星跟海王星 形成了一組三分相的影響 說到這一組相位的影響 我們在這一週會覺得很想要買東西 就覺得看到了很多漂亮的飾品 漂亮的包包 漂亮的衣服 真的成天掛在網路上買不停 那當然啦 好好的打扮自己 這個是對自己很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就是要提醒一下 有時候購物是一種很紓壓的情況 可是怎麼樣去拿捏尺度 不要因為想要紓壓而買東西 最後看到帳單變成了更大的壓力來源 中間如何去平衡去拿捏 我們這一週要特別的注意 再來就是 也可能會因為一些生活上的 很瑣碎 很細小的事情 但是呢 我們就跟好友之間 產生了一些這種爭執 甚至是因為覺得 你為什麼這麼不理解我 你為什麼這麼不挺我 而想要去三朋友的情況出現 好 當然事後如果覺得懊悔 我們還要來彌補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的時候呢 稍微的理性一下 可能會對我們的友誼來說是比較有幫助的 再來本週我們也會遇到一個射手座的滿月 好 滿月的時刻呢 其實提醒值得我們注意就是說 怎麼樣去取得一個家庭跟工作事業的平衡點 好 或者是如果還身為學生的朋友的話 一些學習啦 社團活動跟家人相處之間 怎麼去取得平衡 可能我們要多用心了 好 就覺得有時候我們真的是常常會往外看 對不對 去可能忙於追求耕耘事業 忙於跟社團朋友的活動 忙於學校的學系 學業的這個學習 可是會忽略了我們跟家人之間的一個相處 好 所以這個如何去取得平衡點 是這一週我們都可以去注意的一個部分喔 再來就是 如果真的還有一些假期可以運用的話 本週很適合安排一個輕輕鬆鬆的小旅行 好 絕對會讓我們有充電的感覺了 再來我們來看十二星座這一週的星座運勢 舞陽座的朋友 其實最近的財運還不錯耶 有一點這種口袋滿滿走路有風的感覺 所以呢 你知道 就是想要來犒賞自己 好 那當然囉 如果要買東西的話 買一些品質比較好 用得比較久的東西 其實用起來會覺得很有價值感 而且這樣子可能來說呢 也是真正愛自己的一種表現了 金牛座的朋友 跟伴侶之間 本週 感情非常的穩定 兩個人的相處呢 不管是你說這種互動上的一種甜蜜 或者是兩個人這種頻頻放閃的感覺 不管旁邊的人怎麼羨慕 至少對金牛座來說 自己的滿足感是非常夠的 雙子座的朋友可是就要特別注意了 我們跟伴侶之間 或者是一些密友之間 會出現溝通不良的情況 明明我在講A這件事情 對方卻聽成B事情 然後兩個人講了半天 沒辦法達成共識 所以怎麼樣把話說清楚 講明白 有真正的溝通 這是很重要的 舉鞋座的朋友 這一週可能真的太忙碌了 會有一點睡眠不足的情況 嚴重的話可能會影響到一些 真正的身體健康 所以好好的睡覺 早點睡覺 這是要提醒自己的唷 雌子座的朋友 這一週有時候我們會 我們跟朋友相處 在外展現了一些 比較活潑熱情的一個情況 但是回到家中 自己心情卻有一種莫名的低落 所以真的如何去振奮自己的情緒 找到一個釋放情緒的這種方法 也是獅子座的朋友 這一週可以去稍微關注一下的重點 處女座的朋友 我們可能會面臨到一些職場上 還蠻大的變化 不管是工作的環境的改變 或者是一些植物的調動 所以怎麼樣去讓自己內心的一種 衝擊感降低 能夠欣然接受一些新的挑戰 也是處女座的朋友可以去好好把握的 天秤座的朋友可能這一陣子真的是 事事還蠻順利的 但是身邊就會有小人出現 因為嫉妒而做一些這種 我們覺得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天秤座的朋友 最近如果身邊有人特別獻殷勤的話 你反而要多留意喔 天秤座的朋友可能要留意的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聽到一些旁人的閒言閒語 會讓我們自己很不開心 但是要提醒自己 嘴巴掌在別人的身上 我們沒辦法去攔著別人說話 但是我們自己可以讓自己擁有好心情 對不對 射手座的朋友 我們會面臨到一些新的工作 新的計畫的展開 所以如何這種不衝動 但是能夠用一種比較這種 踏實的步伐 踏實的節奏來做事情 這是射手座的朋友這一週可以去注意的 摩羯座的朋友要比較留意一下 可能真的是工作量也蠻大的 或者是其實我好不容易休息 我這個追個劇吧 總之一直都坐著 坐在電腦前面或是坐著滑手機 都沒有運動的話 對我們的肩頸的健康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影響 水瓶座的朋友 我們會覺得 手中好像有一點點這種 鹹魚的資金想要去投資 所以如何找到適當的投資管道 需要水瓶座的朋友 不要盲目的跟風 不要衝動 要做一個理性的判斷 雙魚座的朋友生活當中 可能會出現一些突發狀況 讓我們有一種措手不及的情況 因此靈活的應變 對於雙魚座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就是本週的十二星座運勢 提供給大家參考